当我们看到外界的一些事物的时候 如果我们内在的一些解读 是把它定位成危险 或者是威胁的时候 很容易就激发我们的信任核 让我们会做出一些打破桃的反应 让我们身体的 里面所谓的一种压力激素 叫做可体松 也会呈现在一个很高张的反应 久而久之 我们就受不了了 因为我们身体的压力激素 因为人是不可能像橡皮筋一样 一直绷得很紧的 如果一直绷得很紧 橡皮筋也会断掉 所以就可能会产生身体 还有心理的疾病了 在我们要了解怎么样子 减轻自己的焦虑的时候 安安老师要先给大家一个观念 就是焦虑并不是不好的 它是我们动物 我们老祖宗 从远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个本能 它帮助我们可以及时地反应 因为我们焦虑 所以我们要打或逃 因为我们要活命 但如果这个焦虑时间拖得很长 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生病了 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是 你的焦虑变得很敏感 可能外面一有风吹草动 你就觉得哇 狮子来了老虎来了 有适度的焦虑是正常的 那也是我们的一个保护机制 但是过于敏感 或者是说 你的时间过于太长的话 那么这样的焦虑就是不健康的 父母的情绪状态 会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默默影响孩子的行为模式 你的焦虑也可能成为了 孩子心智成长的隐形杀手 也让孩子复刻你的焦虑 我将邀请亲子教育专家美英老师 带领我们六周启动父母的自我疗愈力 欢迎大家进入我的公众号 赵安安ANN 点选安心学院报名课程